C Today's Video 各位同學 我們剛才看了一個大概 那我們現在來看循環程序 剛剛叫基本程序 基本程序就是說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基本上一定要有行 你就要建立一個使命 但是我真的懷疑這個使命的意義 但是沒關係 每個公司都有 所以將來你有時候自己開公司 或是說 你去給人家錢的時候 人家都要寫私密 對不對 你就參考別的公司 或網頁 看大家怎麼寫 參考一下 當然不要造超 參考一下 然後呢 寫出自己人質出來 那目標就明確多了 像剛剛看了 像結緣的話 他叫什麼 他第一個B2B 公路上有沒有 B2B體系 就是說 目標就是 這叫境界 就是課本說的境界 就是說課本說境界 就講這個意思 對不對 那叫境界 但是 就是我要成為什麼 第一 我要成為前三大 這叫境界 那如果有什麼 有營收市占率 市占率其實也算是境界一樣 市占率最高 那 有營收 有這個 這個 據點數目 這一種東西 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整體的一個目標 那這 循環程序 就下面這邊 循環程序 這我們稱之為循環程序 這叫循環程序 這叫循環程序 那你們也是要定自己的目標 有時候 人要有個目標 我順便舉個例子 假設 班上有個女生 也要定目標 說 你要在25歲之前生一個孩子 你知道嗎 要在25歲之前生一個孩子 孩子這種東西 你在25歲之前生一個孩子 你是不是24歲叫懷孕 對不對 你在24歲叫懷孕 才能在25歲生一個孩子 在24歲懷孕 我們大學畢業是什麼時候 大學畢業好像23歲的樣子 也就是說你在24歲懷孕 當然你不可能自己跟自己懷孕 有沒有 一定要找一個有受孕對象的異性 是不是 那這個也不能隨便找啊 這個也不是說隨便找 你要不要跟我懷孕 沒有這種事啊 是不是 想著這種環境 總共培養感情吧 是不是 培養感情 培養感情也沒有辦法培養 一兩個月啊 總是要長期一點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這樣後悔喔 假設你培養感情 培養了兩年 好了 還要研究一下適不適合 要一起生活 都會一起養小孩啊 養小孩花錢 那你22歲大學快畢業 就準備要交一個 可以結婚的對象 是不是 那你這個時候呢 所以你這就是一個規劃了 那你現在是不是就開始要誤生 你現在是不是就開始要誤生 假設你這樣拚 25歲有個小孩 有時候不是你自己要不要 你看你 你那些 可能你同學都有的 你要有 對不對 要不然抱出去同學會很沒面子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也要這樣子拚啊 這就是規劃啦 這就是我規劃啦 有沒有 當然這個規劃有點這個 現在來看有點有切實際 以前很切實際 以前齁 以前齁 差不多 但現在叫你們齁 說什麼 25歲有個小孩也有切實際 以前合理齁 以前 以前你們媽媽差不多25歲生日 對不對 你們媽媽差不多25歲生日 而且還不算太早生齁 齁 很有人是幾歲20歲就生了 對不對 你們媽媽25歲生你們一點都不早生 算晚 算晚 這樣子 好 那麼在這邊的話 通常來說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這些女生 通常是30歲要有的自己的小孩 合理吧 30歲 可以接受了吧 我們鄰居齁 有個26歲 結婚 附近都問怎麼那麼早結婚啊 他說不是 不是 不是鳳梨成婚喔 就是 就結婚喔 知道嗎 現在死在不一樣 但是 30歲 你不要太晚 為什麼不能太晚 我分析給你們聽 真的不能太晚 你30歲生一個小孩 小孩 小孩 小孩要養 你知道嗎 你希望你的小孩 很辛苦的自死其力 每天打工打到三天半夜 那他讀大學本來該好練書 都沒有好好練書 每天在打工 在賺錢 希望這樣 不希望要給他一個好環境 對不對 好 所以沒有 他讀大學什麼時候 你30歲 過了20年後 他讀大學時候 過了20年 他讀大學時候 你差不多50歲 其實差不多18年 如果你是18年之後是18歲的 他讀大學已經18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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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還要再加4年 他在畢業 他已經畢業了 了解沒有 七五十二歲不年輕了 你假設你可能六十幾歲 會死 你不要以為活很久 我以前以為我會活很久 可是我最近幾個個案子 都是六十幾歲就死了 最近我身邊的一些親戚 很多六十幾歲 六十出就死了 癌症 癌症 這年頭的東西就是 海條 空氣 環境都很差 對不對 環境體質差 每天在吃添加物 每天CPM2.5 每天壓力都很大 我每天壓力都很大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 每天都不快樂 這幾個一出家才夠得癌症了吧 是不是 所以周高幾個朋友 有些親戚朋友又有死 所以我請問你一件事 你生一個孩子 如果把孩子到大學便離五十二歲了 結果再過十年你死 這樣人是有利益嗎 這樣每個大一 雖然已經不錯了 階段性能夠達成 生命的目的 在於創造宇宙機器之生命 你已經有創造生命了 可以 這樣好像也只有五碳 所以我剛剛講 這些其實就是規劃 這就是規劃 人就是要規劃的事 人就是規劃 所以循環規劃第一個 確認技術目標 你要確認你之前的目標 確認你之前的目標 確認你之前這月死定的目標 所以 你進行不要確認 要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 確認 目標放多 好第二個 外入盤心盤心內入盤 這兩個 一個外部 一個內部 這就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頂底有名的 史瓦特分析 外部內部就是史瓦特分析 史瓦特分析 其實我跟人家 你們去公司以後 真的會常常要寫這個報告 是不是 真的會常常 你被人家請的時候 老闆都 如果你要用 SWART的遊戲報告出來 你知道嗎 這SWART的分析 所以你可以看 外部 這個外部環境的分析 其實績效標準確認後 必須分析於 設外部環境的 目前未來可能的機會威脅 以判斷機會威脅 以判斷可利用的正面機會 避判 以及必須避免的 這個負面威脅 那內部資源評估呢 評估組織 組織可掌握的具優勢的 這個支援有力 便利又有力的機會 環境機會 或評估為 組織未掌握的優勢資源 表情較差別動 以施加以改善之道 或規定環境危險 有沒有 這個叫做SWART分析 SWART分析是什麼 SWART分析 這個SWART分析 你可以看出來 這裡 可能是 這是 這是我們的外部 這是內部 紅的外部分析 這是個外部... 就在機位的外部分析 就在機會跟會 好威脅 呢 好威脅 啊 这是机会跟威胁 欧人体 SWAP的欧人体 这叫外置人体 你要看你外部 你会有什么情况 看你有什么威胁 我们现在 都处于一个变化 比较不剧烈的时代 都处于一个变化 剧烈变化时代 机会 反正威胁很多的样子 威胁会有很多 机会有没有 这是因人而已 威胁的多 因为现在资讯发达 模仿要坏 所以你的公司也是一样 你的公司要成功 不要说150 其实要不过我下去 都不容易 这年头开公司 很容易倒门 像那种大公司 也不见得 因为变化很快 那个 华硕 司从堂先生 好像看过一篇报道 他有提过 华硕的领导 司从堂 他讲 环境变化太快了 前阵子还在研究什么 还在研究个东西 还在研究机器人 还在研究机器人 还在研究什么 一些AI研究什么东西 前阵子还在研究 前阵子还在研究什么 后来就马上进入AI时代 还在研究4G 还是4G还在研究 就马上进入AI时代 就输入太快了 以前 一直改变要几十年时间 你一生运不了几次改变 现在几个月的时间 知道吗 几个月时间 你们自己可以上 这个时代变化很快 你们自己可以Google一下 待会我会讲 生物晶片 我们现在的晶片 都是细晶片 都细晶片 知道吗 刚才不是我们看那个 一些公司网站上面 有一些公司 它那个什么 细归细 归细 还什么样的大底分盘 有没有 头 它有细晶片 现在是细 以后是生物晶片 这些差很多了 还有4G变5G 4G变5G 其实也差很多啊 还有就是AI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 改变了我们很多的那个大数据 这些东西 所以你的威胁变成 机会呢 因人而离 每一个行业都一样 每一个行业都一样 那还有呢 我们的 这是OT SW是内部 这是内部的 内部就是我们的强弱式 优势 强是我优势 这是优势 还有弱势 我们的弱点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做 威胁的时候都要考虑当 也就是不是报复红壳 不是皮肤之友 我们都有精密来考虑当 所以每个人都有优势弱势啊 你说鼓励创新 后来我研究结果 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人都不适合创新 你不过要创新完近年 你应该去找个稳定工作 你找个稳定工作 目前我到最稳定工作 女生可以考的几个行业 我觉得非常不错 第一个是警察 公务员 海关关务特好 关务特好 或当那个老师 公益学校老师 还有第三个是警察 考警察也不错 警察好职业 因为五万多块 是不是 警察错好职业 可以考警察 也不错 还有很多公务人员的考试 这是比较稳定的 外面的行业 第一个薪水低 我刚讲的薪水都不错 公务员起薪 你考四等的话 也有差不多快四万块 那警察五万多块 但是你其他的外面的薪水太低了 我们台湾低薪 这没办法 这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比人强势弱势 但有些人对那种不感激 老师我这个个性就比较外向 比较好够 比较怎么样 那你就去找个私性的工作 但是你的下场不见得为不好 知道吗 这是我发现的 下场最好的还是什么 下场最好的还是 我讲过 你当公务员 平均的下场 平均的 你当公务员或当警察 但其实消防员也不错 消防员 消防员薪水也不高 你不要说老师昨天才两个殉职 很久没殉职一次 用这位轮到你 消防员也不错 我没有女生的样子 消防员没有女生 没有女消防员 知道吗 这比较麻烦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强势或势 你要去评估 但这不是我们这个课程的重心 只是说 这边只跟你们提到 所以这个内部接触 还有发展的可行方案 评估完之后 你一定会有些可行方案 可行方案 你一定要选择一个最适的方案 你会选择一个最适的方案 最佳方案 最佳 你会选择一个最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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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选择一个最佳的方案 出来 我们会选择一个最佳方案 然后就去 去评似 那当然要检讨 要执行 修正 所以人会不断修正 人不断修正 是这样 不认为 是她的 降臨